全球現場要帶您來聚焦討論 是美國總統拜登 亞洲行的第二站來到日本 這兩天還傳出消息 說有沒有可能在日本行之後 順路來訪問台灣 更多的內容 我們把時間交給真榮 好 大家早安 全球現場時間 我們持續帶您來關注的是 美國總統拜登亞洲行 已經來到了第二站日本 今天他是拜訪了 黃鞠拜會德仁天皇 台灣時間大約是早上9點鐘左右 可以看到拜登的車隊 是抵達了黃鞠 和德仁天皇在門口 就等待拜登的來訪 兩人是先簡單的問候拍照之後 就走進了黃鞠裡頭 拜登跟天皇会面之後 會跟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來會談 兩人預計會聚焦的是 當然就是現在的俄乌局勢 還有台海議題 那麼今天下午 拜登也將會出席 美國倡議的印太經濟架構的記者會 明天上午拜登則會出席 在日本首相官邸召開的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的峰會 但是現在美方的印太戰略 中國大陸就有話要說了 這是大陸國務院的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他就批評了美國的印太戰略 本質上就是製造分裂 煽動對抗破壞和平的戰略 必然是一個失敗的戰略 美國炮製出來的印太戰略 打著自由開放旗號 卻熱衷於拉幫截夥搞小圈子 聲稱要改變中國的周邊環境 目的就是企圖圍堵中國 讓亞太國家充當美霸權的馬前卒 尤其危險的是 美方思緒偽裝 挑動並大打台灣牌南海牌 試圖把其他地區搞亂以後 再把亞太地區也搞亂 事實將證明 所謂印太戰略 本質上就是一個製造分裂的戰略 王毅就批評了美國的印太戰略 是打著自由開放的旗幟 但卻熱衷搞小圈子 聲稱要改變大陸周遭的環境 但其實目的就是要來 圍堵中國大陸 接下來關注的是 澳洲的工黨領袖艾班尼斯 今天他宣誓就職新任的澳洲總理 而他上任之後 首場的外交之行即將展開 他預計今天就要飛往日本的東京 出席了明天的重頭戲 也就是美日印澳的 四方安全對話峰會 艾班尼斯他上任後 其實有非常多的課題 包括了面臨的是氣候變遷的政策 還有通貨膨脹 跟澳洲外交上的關係 這一些重大的議題 而他的內閣之一 外交部長黃英賢 是位馬來西亞的華僑 也將成為的是澳洲史上的 首位華裔的外長 但是他過去就被批評說 態度比較親中 而他未來的外交施政的方針 當然也是備受關注了 再關注的是新冠疫苗的話題 白宮現在表示說 預計數週內FDA 將會允許5歲以下的孩童 要接種莫德納疫苗 白宮的防疫官員就表示說 莫德納現在已經完成了 緊急使用授權的申請程序 那麼FDA的專家正在仔細的詳閱資料 預計未來數週內會做出截律 而同時白宮也提到說 預計未來數天內 美國會出現更多的喉鬥病例 因為美國現在有疗法跟疫苗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是有能力可以應對喉鬥這種病毒的 但我們繼續來看到的這個喉鬥病毒 最近陸續在歐美所有國家都出現了案例 世界衛生組織就統計了包括了在歐洲 北美洲還有中東跟澳洲 14個國家已經出現了喉鬥的案例 那麼世衛調查後也發現說 非洲以外的喉鬥病例 都是透過密切接觸的人傳人 這樣的模式來傳播的 雖然目前沒有專屬的治療方法 但是疫苗可以提高防護力 美國FDA現在就表示說 有一款由丹麥公司 他們生產的天花疫苗 是可以用來預防像天花跟喉鬥這樣子的病毒 有效遏止喉鬥病毒是可以達到85%的 而目前也將會提高生產這一款疫苗的產量 不過持續來關注的是新冠疫情 面對這個疫情大度是堅持動態清零 那麼廣達上海日前就實施了閉環管理 安排場內運作是以防疫泡泡 這樣的規定來運作的 但是在20號晚間的時候 場內卻發生了大暴動 大批的員工疑似 因為是封控太久了 真的悶壞了 想要返鄉跟加班的問題 來跟公司反應沒有獲得解決 所以傳出說有員工 他們就闖入台籍幹部的宿舍來鬧事 而這也是5月以來 廣達上海廠第二起大陸員工 出現這個暴動的事件 5月初的時候就流傳了 這一段廣達上海廠的員工 他們在深夜集體脫逃的畫面 人數就多到連在柵欄外的防疫人員 擋都擋不住 這方面當時還登上CN的版面 那麼路透社也表示說 大陸的閉環管理政策 似乎是不能夠解決問題的 但對此廣達目前回應說 目前還不了解實質上的狀況 會進一步來跟上海廠來聯繫 並且了解詳細的狀況 而上海的廣達 是蘋果最重要的生產鏈 儘管說這個廠內還在運作 但是物流是有受到一些影響的 因此蘋果現在希望說可以把供應鏈 擴展到越南 接著關注的是俄無角展 俄羅斯在拿下馬力波之後 就加重轟炸了烏克蘭前線的這些城市 試圖要強化俄軍的氣勢 那麼烏克蘭現在是鎖定了 全球政商雲集的瑞士達沃斯 世界經濟論壇 希望可以藉由外交來反擊 根據無方的消息 俄軍與飛彈空寫哈爾科夫 以及南部的尼古拉耶夫 以及紮波羅捷 至於東部頓巴斯地區 持續受到俄軍的猛烈攻擊 有8名平民死亡 俄國國防部發言人 周日公布俄軍在頓巴斯地區的戰果 專家分析顯然俄羅斯企圖穩住 和擴大在頓巴斯地區 以及烏克蘭南部沿岸的戰果 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則表示 要鎖定在瑞士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 進行外交上的反擊 澤倫斯基除了將與各國代表們 進行世序會議之外 也將為達沃斯烏克蘭之家揭幕 這是一個為基辅以及國際支持者 設立的論壇 俄方首席代表周日也對外表示 莫斯科願意恢復談判 但是談判的主動權在基辅手上 烏克蘭方面先前表示 對俄羅斯做出浪步只會適得起反 因為任何停火協議之後 俄軍只會打得更兇 而且基辅不會接受任何有關 割讓領土的協議 因此目前看起來停火的希望渺茫 記者綜合報導 北韓其實疫情嚴重 在二十二號新增十六點七萬的病例 以及一人死亡 連續兩天都是在二十萬例左右 不過專家指出 因為他們現在通報的發燒的人數 明顯缺乏檢測設備 難以評估北韓真正的疫情規模 現在傳出民眾因為害怕 在隔離設施關到死 甚至會隱匿症狀 這是北韓缺乏疫苗 特效藥還有專責病房等醫療資源 只能透過封鎖隔離來防疫 但隔離的設施環境惡劣 也沒有辦法提供足夠的食物 很多民眾進入隔離設施之後 都沒有辦法回家 民眾害怕活著進去 會躺著出來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種比較大的一種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是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CTF285